其实一直都想买个手机云台 不过已经有osmo pocket和go pro了 感觉功能上有点雷同 所以一直这个想法是搁置的 但是最近看到很多新手机的拍摄能力 好像正在逐渐感参osmo pocket这种小型机种 而且上期以来用pocket 因为屏幕太小 有时候也不是太确定有没有拍到想拍的东西 而用go pro有时候那个画面又不是拍摄的特别的好 在低光的状态下 所以时候还是买这个云台 全当备胎 如果pocket没电的时候 用一下应该还是可以 会买这个型号 如其他 大概是因为这个型号有自带的延长感 有紫棋手机夹 以及我手机上已经安装了他们家的app 不过真的上手后 我觉得这个其实没有那么好用 首先就是他们家的app 在安卓上是没有办法用4k60p的 水平录影的 当然你可以切换回系统自带的app 不过这样就没有办法用手柄上的大部分按键 也许大疆需要考虑让手柄上的按键 可以直接对应手机自带的app 这样那个大疆的app里面呢 可以实现一些拍摄教程 快速回放 以及慢动作等等 所以如果跟安卓手机一起用 就会失去这部分功能 或者失去拍摄4k60p 不是很推荐 另外也许是我手机的问题 总感觉安卓手机上拍的时候画面会有点晃动 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得再换一个安卓手机试一下 然后这个如果安装那个夹子的时候没有正好安装在手机的重心中间 就可能有一点手机会歪掉 你也可以当然那个先调整一下再拿出去用 但是呢这个如果你是突然拿出来用的话 歪的话你拍那个画面就会有点歪 所以总的来说还是买一个专门的拍摄器材 而不是靠手机云台比较好 本来我也很喜欢这个云台上面的全方位的这个摇杆 但是后来我也发现osmo parking上已经出了这个版本了 顶 刚才那条路都行的 根本没有在谈的 好 我们去吃掉 好 看起来给他打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